好 今天的暑假 Cue這樣要去... 你看 他都知道 阿咪的音樂他就是往下走 等我們聊天 他就開始要準備睡覺了 對 Cue這樣呢 這一次的暑假呢 他要出去交朋友 因為我們有很多人都有狗狗嘛 今天的每一位有狗狗 有貓咪 貓咪能來到現場真是不容易耶 真的 他現在應該屬於一種 嚇破膽的狀態 好 那今天是有Apple的媽咪 小心點 好 舒子晨的 大象 牠叫什麼 牠叫橘頭 來 小胖的 Yuki Yuki啊 好可愛 叫牠的時候牠尾巴會搖搖啊 對不對 好 旺福的 你好 尾巴已經垂到裡面去 那也很害怕對不對 好 尾巴其實是一個 蠻淡定的狗對不對 對 原來是說無聊比較直接 就是一個很無趣的狗 對 恭喜你結婚又生女兒 謝謝 謝謝... 對... 生了女兒以後啊 牠就突然變得很會輸 這本書我已經看了 已經看了嗎 我告訴你啊 如果每一個來賓都要寫這麼厚的書 對 其他人呢 很多的書都是屬於實用書 看起來都很快 你這書 是不是 你很愛寫 沒有 因為我話多啊 你真的話多 而且我以為這一本是他 生了女兒以後的這個 沒有 親愛的女兒啊 我突然很想寫信給你 開始就寫了 對... 那時候才剛懷對不對 懷...四、五... 差不多四、五個月 四、五個月 就開始寫 寫到他出生 好可愛 好可愛 眼睛很大耶 他眼睛怎麼會這麼大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兩個加起來 加起來對不對 還拿到你這個 爸爸要當歌星 對 爸爸要當歌星 我們覺得他有... 他很聰明的地方是 他好像有挑我們兩個 比較上好的部位去組起來 對 厲害喔 對不起喔 這個他叫... 小阿可 小阿可是怎麼回事 小阿可 因為我跟最近 有一個講話的習慣 比如說路上看到小狗就會 阿狗 然後看到貓就會阿貓 然後... 然後像他很可愛的就會 阿可 對 所以他就是... 他一生下來你就叫他阿可是不是 而且他女兒叫女兒 對 滿難寫 你看你的字又小 然後...很特別喔 有...有特別喜歡的嗎 有特別喜歡的啊 有一些怪怪的 每一個都怪怪的 每一個都怪怪的 然後... 但這個是很豪華 你看這個 女兒還沒有穿的衣服 已經這麼多 為什麼 很多朋友送女兒衣服 對 很多... 都知道是生女兒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 知道了以後知道 對 然後裡面有很多 其實這本寫的時候啊 其實也是有點害怕 為什麼 因為怕那個... 因為裡面寫的是爸爸怪怪的 怕他以後去上學的時候 大家就是 你爸好怪喔 沒有關係 那個時候他中學的時候 他才會... 小學的時候 你再繼續做怪的事情 也OK啦 現在最可愛的時候 現在多大 現在沒事 快六個月了 快六個月了 你都沒有什麼變耶 有啦 對 因為以前很小 以前就樂團那時候就 每天都跟哈琳哥一樣 真的嗎 對啊 他有... 他必須有一個人 要做點震驚事嘛 對啊 對不對 不能像你一直這麼隨興 對不對 對 小胖這個... 這隻狗狗 養了多久了 養了四年多了 所以差不多剛好是我那個時候 去美國出道那一年 他是跟我歌聲一起長大的 跟你歌聲一起長大 對 他也有唱歌的能力啊 他有那麼一點點 因為就有一次 因為他大概兩個月就到我們家 然後我常常 那個時候常常會在家裡練歌 然後就有一天 突然發現很奇怪 怎麼旁邊有一些奇怪的雜音 就...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 他是怎麼不舒服了嗎 然後就不管他繼續練 然後等到我唱到副歌 就是可能比較高快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就才突然發現 他有這一個特殊的彩音 他是不是 對不對 我不是說... 對... 但真的 也比較愛吃 他很愛吃 跟你說一件很好笑的事 Q將去拍完以後 那天他就請Q將吃雞肉 Q將 你又睡了 Q將剛剛來的時候 就走到他旁邊 因為他還有雞肉的印象 好聰明喔 對 聰明喔 還是身上有雞肉的味道 剛剛吃完之後 沒有 其實剛好就在後面 是喔 對 是喔 有在 是 那子晨那天他們是去一家店 Q將這次出外景呢 認識了很多的朋友 也看到了貓 也聽到了好聽的歌 對 因為那一天Q將 好像食慾很旺盛耶 他沒有食慾盒 他其實食慾一直很旺盛 真的假的 其實前一陣子Q將有點胖 那我們有點偶像包袱 因為他走進中天來的時候 每一個人看著他就 你胖喔 我覺得他的娘心中 有一點點難過 所以盡量讓他 所以那天是大放這個 那貓... 其實狗跟貓是很難相處對不對 真的 他以前有沒有看過狗 他之前有看過狗 但是狗來我家算是很難得的一件事 所以那天一開門 看到Q將在門口 我的貓馬上就在那邊 一看是狗 敵不動 我不動 就兩個在那邊跟他對看 然後都不動這樣子 就是看看到 你養三隻啊 我養三隻貓 咪咪 美眉還有 笨寶 然後他們小時候睡覺會 大家都排一樣的姿勢 好可愛 然後笨寶在左邊 然後他的媽媽就是右邊那一隻 那隻是妹妹 三隻貓各有個性吧 對 那笨寶之所以叫笨寶 就是因為牠從小就很笨 這是誰 左邊那一隻是咪咪 是我第一隻養的貓 咪咪 臉上是有畫符啊還是什麼 像不像有一道符這個 牠有刺青嗎 沒有 咪咪是美國短毛毛 然後牠的特色就是 會有那個很明顯的花紋 牠的花紋也太... 太讚了 對不對 對 眉短 好像畫上去的喔 對 那旁邊是笨寶 笨寶對不對 笨寶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叫笨寶 比較 眼神 很喘 含呆的樣子 對 是不是 有耶 妳看那個咪咪的眼神就是 妳拍誰 妳在拍誰 真的 眼神就兇狠 笨寶是因為牠小時候 像通常那個貓啊或是狗狗 牠們一生出來 會自己有那種反應 就是要去找奶頭 要吸奶 牠就是那個笨的 都找不到奶頭那一個 真的嗎 真的 然後牠每次就是 因為眼睛都還沒有張開 牠那時候就是會一直 瞇著眼睛到處找 怎麼樣都找不到奶頭 然後另外兩隻都已經狂吸了 牠都找不到 都把牠頭對到奶頭那邊 牠才知道要吸 所以牠才叫笨寶 就是笨 笨子不是很好對不對 好 現在我們來看Q獎 好 來到Apple家 哈囉 我是Apple 歡迎來到我家 然後呢 我有養了三隻貓 這一隻叫做妹妹 然後牠其實是母貓 而且長得有點像歐拜 如果你們有看到牠的臉 知道牠不去很長 然後這一隻是笨寶 嗨 然後笨寶呢是妹妹的小孩 然後另外我還有一隻貓 叫做咪咪 牠比較淡定 而且牠的個性比較強烈 就是牠比較拽一點 想給我抱的時候才會給我抱 牠的才藝就是會開門 但是我這樣子說 好像很厲害 是真的很厲害啦 到圈圈好了 跳高一點 牠平常很能跳耶 咦 有玩跟妹妹都站起來了 順便 不要看我 這裡 好的 那現在呢 我就要來挑戰Keyjack 而且重點是現在我的貓 警戒心好像已經放下來 牠慢慢的在靠近Keyjack Keyjack Keyjack 來 跳 是不是甩我的意思嗎 來 來 我不是要妳趴箱 我是要妳玩一玩它 這裡 定格了 Keyjack 妳要笨寶妳要幹嘛 有喔... 笨寶有敘事在發的感覺喔 看來剛剛的鬥貓棒 Keyjack好像沒什麼興趣 所以我只要請出了 上方寶劍 Keyjack你看 看來 怎麼會泡泡攻擊 好像是泡泡連擊耶 接下來呢 重頭戲要來了 如果把淡定的Keyjack 跟我的三隻貓 然後關在一個空間裡 只有牠們 不知道牠們會怎麼樣 現在是呈現一個 大家沒有人感動的姿勢 我覺得 有 妹妹好像想靠近牠 我覺得妹妹跟笨寶 應該是會願意交朋友 有 要笨寶過去了 但咪咪就是 牠是自閉兒 牠不願意交朋友 還是我叫叫牠們 看我會不會有反應 妹妹 妹妹 笨寶 交心朋友 釋出你們的善意 真的是認真的呈現 滴不動 我不動 現在累了 所以牠現在趴下了 Keyjack已經有十分鐘站著呢 我覺得已經很了不起了 對 是不是 這裡有這麼多人 牠剛剛都是睡著的 真的 而且那個貓 剛剛開門的是牠嗎 跳起來開門的就是牠 所以牠怎麼是笨呢 真的嗎 愛貓閃開門 Apple直呼火箭鬼 第一次發現牠會開門的時候 我要被嚇死了 為什麼我的房門是開的 妳以為鬧鬼 就有一次晚上我在睡覺 磨磨磨磨磨 我就聽見那個門把卡卡 就有東西 壓著的感覺 突然就一個東西磨磨這樣 責任就摸我一下 她就說完了... 見鬼了 跳槍已經有十分鐘站著呢 我覺得已經很了不起了 對 是不是 這裡有這麼多人 牠剛剛都是睡著的 真的 而且那個貓 剛剛開門的是牠嗎 跳起來開門的就是牠 所以牠怎麼是笨呢 滿有名的 我就想說牠小時候 都吸不到奶那麼笨 結果長大了以後 因為我家現在三隻貓嘛 然後前面那兩隻是不會開門的 所以我也從來不知道 牠們會開門這件事 然後我第一次發現 牠會開門的時候 對 因為我不知道牠會開門 然後我那時候就會想說 因為我不喜歡牠們進我房間 會有很多毛 所以我都會記得把門給關上 但我不會去鎖門 然後我常常就是經過客廳 或房間的時候 我想說為什麼我的房門是開的 妳以為鬧鬼 我以為 我以為可能是我沒有關好 結果... 對 結果我就有印象中 有一兩次 就是我門自己會開 我想說可能是我沒關好 結果有一次晚上 我在睡覺的時候 我也記得我有把門關著 我就睡一睡 朦朦朦朦朦 我就聽見那個門把咔啪 好可怕喔 真的很可怕 我想說 剛才是有人開我的門嗎 怎麼可能 然後我想說應該是我聽錯 因為我在睡覺 然後我想說那應該是聽錯 我就繼續睡 結果睡一睡 我就突然感覺到 就有東西 跳到牆上 壓著的感覺 然後我想說完了... 見鬼了 然後突然就一個東西毛毛 這樣磁就摸我一下 我才發現原來是我的貓 然後我想說 她怎麼進來的 對 我想說 我明明記得有關門啊 難不成是我忘了關 結果隔了沒幾天 我就正好就看見她 在我的房門口一直叫 我想說她在叫什麼 我人在客廳啊 我就走過去一看 我就親眼看著她當著我的面 跳到那門拔上 也要把那門這樣打開 所以她很聰明 對 而且只有她 她就是看見人 有這樣子的動作 她就知道這樣子的 對 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學會的 而且三隻貓 就只有她會開 到現在也還是只有她會開 你們家那個咪咪是不是那個 妹妹 那個妹妹太... 有個性 太有個性 而且她就是不過來對不對 對 她們就很好笑啊 每個人就站一個地區 然後誰也不動誰 我覺得Q講的 站十分鐘對她來講 是非常久的 她那天站超久的耶 對 她一定是很警覺說怎樣 把我跟三隻奇怪的東西放在 對 真的 然後最後 大家還是淡定下來對不對 真的... 而且她一進我家門的時候 我的貓圓門全部在地上 她一進來 全部往高的地方跳 能跳多高就跳多高 對 Q講 好玩喔 對不對 好 來... 今天要去跟她去一個 奇怪的餐廳對不對 對 那餐廳是專門給狗去的嗎 狗也可以去 人也可以去 沒有狗可以去 有狗可以去 我要吃飯點食物錢 人不能去的狗自己去 你去點餐的喔 就是有人吃的食物 也有狗狗吃到 吃的食物對不對 對 所以不用說你 在吃的時候 狗狗在旁邊流口水 對 有專門餵狗狗吃的東西對不對 有...就是那天Q講 全部吃光掃台的食物 吃太多 不消化 好 來 我們去看看 Q講上餐廳囉 哈囉 Q講 你好 嗨 嗨 六歲的Gitter 平常可是超年舒子全的 有點怕事的她 今天能不能和Q講好好相處呢 這個是Bibo 是電狗 跟Q講一樣都是彩犬 Bibo不僅是招牌電狗 還會超強的特殊才藝喔 擠包 擠包包包好不好 好 你說好 好 好喔 棒棒 那媽媽愛好不好 這樣子喔 今天要辦第一屆 小燕子之宵才藝競賽 參賽者有 Bito 還有Q甲 Bibo 現在進行第一回合 才藝競賽就是握手 Bito選手 準備好了嗎 不能給妳媽露氣喔 握手 握手... 握手...好棒喔 握手 好厲害喔 就這樣 就這樣 沒妳的事妳坐好 還沒到妳... 還沒... 就這樣 就這樣握手 好...握手... 好... 3號選手Bibo已經等不及了 就這樣 握手 好棒喔 換手... 換手... 雖然有點懶散 但還是完成 那接下來下一個呢 就是... 趴下 接下來 趴下 趴下 趴下不是握手 就這樣 趴下 是... 是我講話的問題嗎 為什麼想趴下 每個人都要握手 趴下 趴下 欸... 欸 不好喔 妳坐好喔 就這樣 趴下 他趴下了 好棒喔 Bibo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 讓我們這三萬選手 然後補充上他們 因為我們剛剛 做太多事情 我讓他們吃一頓 非常豐盛的狗狗大餐 經過一天相處 舒子晨跟狗狗們 一定變得更熟悉了吧 就讓我們測驗一下 他跟狗狗們的默契吧 這一個 味道很重 然後有些肉圍 它應該有什麼東西 然後其實小魚肝跟雞肉丸子 有一點不確定 好 而且雞肉丸子很好吃 因為小魚肝他沒吃過 我覺得他應該要吃習慣 這個哪一個在手上 我看看他會選這個 我覺得他應該要選這個 等一下 還沒 給我一點面子 你要吃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 你看是不是 他真的吃了這個肉肉了 不想你要吃喔 不想很難得 主動給我反映說要吃 吃 這邊就給妳 這邊送妳 雞肉丸子跟肉骨餅 不想要吃 那我猜是只有 妳要吃哪一個 還是吃完 可能吃肉骨餅 明確 他吃肉骨餅很棒 有點喜歡成熟大人的食物 好 怎麼會不會吃 沒有 我們坐在這裡 我第一次說 小玲就是她的主人 傳一張照片給我 Q醬在桌上 我說 妳沒有參桌禮貓耶 今天Q將穿衣服 然後model都穿得很短 真的啊 她就戴GoPro 身體 根本沒有拍什麼鏡頭 可是這有鏡頭 我們自己看 Q將就... 小玲就是她的主人 傳一張照片給我 Q將在桌上 我說 可是那家的Bebo很聰明喔 非常聰明 而且她比Q將貪吃100倍 可是看起來 她最後上桌的是Q將耶 對 Q將就忍到最後才爆發 就不管了 先吃一頓再說 對 前面她還挺那個 對 還會這樣撐住 然後她用手來這個 那個Bebo會講好 她說好 妳剛剛一直重複跟她說 Bebo 妳要吃零食嗎 好 說好 她就會好 然後妳就會給她吃零食 超可愛的 但其實那家店 還有另外一隻狗狗 就是那個卡通 小姐與流氓裡面的那隻狗狗 小姐的那隻狗狗 口卡長的那隻狗狗 對...耳朵長長 那個頭髮好漂亮 飄逸到一個步行 但是她太不受控了 所以她就沒有入鏡 她太不受控了 對 她很不受控 她怎麼樣呢 就比如說 你食物一拿出來 她就立馬喉 然後就咬著 就把她食物咬走了 好... 她是流氓 她是流氓 對 她不是小姐 是流氓 好 其實小胖的這一隻狗 看起來還滿乖的 今天... 其實牠是一隻 是真的會唱歌的狗 對 人家會說好 但是牠要唱歌 我覺得這次跟主人很有關係 對不對... 你看牠已經快有... 牠已經養... 已經養關不住了 很想要下去了 成功 你們夏天都給人家 你這隻狗為什麼會內八字 牠從小就這樣子 牠有時候覺得坐下來 牠就這樣 就這樣坐下來 好 其實貴賓其實是很皮又聰明 對 牠非常聰明 牠一直想說 為什麼Q獎可以在下面 我不能呢 對不對 是不是 有點這樣子的感覺吧 好 我們來趕快看看 Q獎去聽這個... 他們到你們公司是不是 對 到我們公司 我們到伊林公司 來...看看 Q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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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哈囉 你看Yuki 你看誰來了 是Q獎耶 4歲的Yuki 特殊才藝 竟然是和小胖一起飆哥呢 Q獎 要不要跟人家打個招呼 Q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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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真的 你... 你弄他 Q獎耶 你看是Q獎 你不要不理人家嘛 那Q獎我們一起 來跟Yuki獎 去上音樂課 然後老師就是我唷 那我們一起走吧 今天小胖老師要叫你們唱的歌是 現在非常火紅的冰雪極緣 Let it go 平和上音唱啊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o know where you're standing by And how you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Q獎 妳好冷靜喔 那妳這樣子會了嗎 我們等一下一起吃完了 Q獎 Q獎 想吃雞胸肉嗎 想吃嗎 妳這樣也能夠做到的講 好 再想吃的話 聽我喔 5 4 3 2 1 0 OK OK 今天怎麼會來公司 因為這個 帶我Q獎 女生跟我們弟弟 這次是我們家的Q獎 想說帶他們來參觀 並且學習一下 就每吃每禮的部分 沒問題啊 要跟著我們學生一起 好啊 就麻煩一起好吃 妳要講話嗎 要提起喔 OK 要提起 要說小錯喔 要說小錯喔 說小錯 然後跨大過 然後又鐵了 等一下 在那邊講話 老師在講話 你要說話 要聽嗎 我們就直接練習好不好 我們直接練習好不好 直接練習好了 來 跳舞 開始 Yuki來 Y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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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怕 好 再大步一點 再放大一點 OK Yuki 來 Yuki 中間要脖子 這邊 在一起 來 好 再往前走一下 好 來 再往前走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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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沒有發現 對 另一天Q獎 是唯一戴的GoPro 真的 對 製作單位的人 去伊林 然後模特兒都穿得很短 真的 他就戴GoPro 群體 然後根本沒有拍什麼鏡頭 對不對 還是說有鏡頭 我們自己看 不是耶 然後那個... 那個人一直叫來... 聽起來就... 小蜜 劍大功 劍大功 他真的會唱耶 對 他真的會 你唱的歌的時候 他會知道副歌的時候在 他還滿有節奏的 對 他是只要聽到那一個 就是比較激昂或高潮的部分的時候 他就會... 對 他就會興奮 Yuki來啊 Yuki... Yuki... Yuki Yuki 沒關係 你也 我們攝影棚經常有鬼 在光大街 好 待會兒呢 我們去看那幾個 萬福我們是到你的錄音室嗎 對... 那他也在對不對 對 他也在 兩隻淡定的狗 對 沒錯 就是比睡覺 那時候你們都在嗎 對 Yuki跟媽咪都在喔 他們結婚你們會寂寞嗎 我們也很忙啊 現在幫忙帶小孩 對 因為還幫忙帶小孩 沒有 我們錄音 四個人都在錄音室 譬如說像我們 同步錄音的時候 他們三個在錄音室裡面 我就附著在外面抱小孩 然後公司的同事也很幫忙 公司的同事現在也 所以大家都會帶小孩 而且我們 你的小孩是大家帶的 他看大家都在幫忙 我們公司今天還為了 就是小孩就是醞釀已久 今天重新稍微整修一下 要鋪木頭地板 為了他以後可以爬心 也對喔 因為以前是那個... 那個什麼 地毯 萬年地毯 那不行 對小孩很不乾淨 對... 對啊 然後就今天 我們一去公司的時候 變新的 木頭地板 而且公司的新煙室已經撤了 抽此以後沒有 對 其實變成一個 很適合小孩居住的問題 我覺得 真的...對不對 從此大家都不要抽菸了是不是 有福氣 有福氣了對不對 有福氣的女兒 你有這個有福氣的女兒 對 你都做爸爸 對啊 我自己也沒辦法想像 就自己是一個... 你怎麼會想要結婚跟生小孩 那結婚是應該啦 在一起這麼久了對不對 總之要人家交代嘛 對不對 真的嗎 是歷史的嗎 對... 當然有一部分也是需要一點 那種年輕的衝動 才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是... 算是順其自然啦 對啊 但是... 自然的衝動 自然的衝動 對 還是要有人推 對啊 其實今天他在這本書上寫 一個做爸爸的心情 當然他也告訴他女兒 比如說他們週六都有一個... 我有一個那個 算是樂器宅宅的聚會 對 就每天就一群人在那邊聊 現在今年又有什麼樂器上市啊 然後大家... 有時候會在那邊彈吉他 然後有時候在那邊唱歌之類的 對 對 然後你還告訴你女兒這個 當年的搖滾這個動方塊車 其實對講那些 我覺得他對女兒的那種心情 從...你懷孕的時候他就開始 感覺是然後... 代產 對 他代產 然後心裡在想說 將來你大了要怎樣 你現在就想他 他將來要大了 要去上學了 然後要交男朋友 你這個 可是女兒就會覺得 將男朋友啊 是不是 你現在瞭解他爸爸的心情了吧 以前他爸對我的想法應該是 你現在也對老丈人家好一點 有...現在就是 因為我們是算順其自然啦 對啊 但是... 自然的衝動 對 還是要有人推... 對 其實他在這本書上寫 一個做爸爸的心情 當然他也告訴他女兒 比如說他們週六都有一個... 我有一個那個 算是樂器宅宅的聚會 對 就每天就一群人在那邊聊 現在的精靈 又有什麼樂器上市啊 然後大家 有時候會在那邊彈吉他 然後有時候在那邊唱歌之類的 對 然後你還告訴你女兒 這個當年的搖滾這個 董方塊之後 其實對講那些 我覺得他對女兒的那種心情 從...你懷孕的時候 他就開始了 感覺是他自己代產 對 他代產 然後我心裡在想說 將來你大了要怎樣 你現在就想他 他將來要大了 要去上學了 然後要交男朋友 你這個 女兒的話 爸爸的話 兒子就也放不想這樣 可是女兒就會覺得 他以後就是要好好那個... 要交男朋友啊 對 你就想到了是不是 對啊 原來玩團 又遇到吉他手 那個真的要... 好聊聊 要PK一下 對 他說什麼 要彈那個啊 先考要彈我們歌的獨舞 對 我就挑一首 旺福吉他手最難的歌 你彈得要... 可以完美的彈完 那可能就過第一關這樣 還第一關喔 所以他如果他那沒有理好的話 就是直接先刷掉 可能會因為爸爸而散團吧 對 團都不要玩了 團都不要玩 一個不小心 其實自己是玩團 也曉得自己從年輕的時候 花了多少時間在這個上面 其實生女兒以後 其實就是一個自己的反省 如果女兒到了某一個年齡說 我要去玩團 媽媽怎麼說 如果他... 他真的還彈得不錯的話 OK 所以要玩團 那就跟爸爸媽媽玩團就好了 但是...等一下 他如果不是玩團 只是愛上一個玩團的人 他爸爸比較擔心吧 對啊 你現在瞭解他爸爸的心情了吧 對 就這種感覺 是不是 對...所以自己現在就開始想 以前他爸對我的想法應該是 是不是 對啊 這個人...這個我女兒 將來會不會...怎麼辦 好需要家都... 給他直接開冰箱 然後就吃東西 是不是 人生到了自己做爸爸的時候 就...就很多不一樣的相關 對 對不對 你現在有對老丈人都要好一點 有...現在是 就是... 上次就是... 其實最近很忙 可是現在就是 就前陣子生日的時候 我還...那天就 硬退掉工作 然後就是陪那個... 陪那個爸媽媽吃飯 對 其實真的要自己生成小孩 就曉得爸媽的幸福 對 很了解自己這樣子 好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好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Q獎去旺福錄音學 哈囉 Q獎嗎 Q獎 Q獎 Q 嗨 陪伴旺福樂團六年的本主 在團員心中 可是很重要的喔 不僅僅是副團長 還是最惹人疼的家庭成員喔 好 認識一下 玩一下 玩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旺福的吉他手姚曉明 我是伴手推機 那這一支呢 是我們團裡面的一個 也算是團員之一 雖然沒什麼作用 然後今天大家就 很開心可以認識Q獎 完全沒反應 那今天Q獎來探班 我們要帶著大家呢 來看一下我們平常都在錄音室 做什麼呢 來 現在你們看到這個地方呢 就是那個彎的音樂 就是旺福平常錄音 跟練團的這個工作室 然後呢 我們全員我們四個人的 沒事都在這裡 可是剛剛呢 媽咪跟杜皮 還沒有自我介紹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旺福的獨唱媽咪 大家好 我是旺福的鼓手杜皮 那到底本團裡面的任務 或是他的功用是什麼呢 讓他自己來講一下 好…你問他 請問你幫他翻譯 請問你在我們的團裡面的 作用是什麼呢 他的意思就是 你該接啊 你在我看你玩到什麼時候 你覺得他 喜怒 喜怒 想一點對不起 我們就是過去 過去 過去曾經有一個才藝 過去曾經有一個才藝呢 也不算才藝 因為他就是 所以呢 我曾經有抓了他的手 陪我一起彈吉他幕 有一首歌也是因為這樣 就是寫給他 對… 對 然後我們試試看好啊 拿吉他看看 因為他的名字是法文名字 我們就寫了一首法文歌 裡面也就只有這兩句法文歌詞 因為我就只有這兩句法文 對 Sa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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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你的眼睛 Salee Salee 你的眼睛好像在說話 雖然我聽不懂你說的話 Sa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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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 忘記歌詞 Salee Salee 他想說你們的忘詞了 他就叫我彈 Q獎想試嗎 試試看 聽說Q獎也是一隻很 任人百步的狗 Q獎 新歌 來彈一個C和弦 我們都是好朋友 剛剛... 剛剛... 誰跟你是好朋友 你這位講出一個好笑的 你再來啊 對啊 我今天有 好累了 聽說他滿會睡覺 要表演 他喜歡聽音樂嗎 接下來就是一個 你現在太神仙睡著的狀態 好 現在我們就要再來彈一個 旺福最新專輯裡面的新歌 這首新歌 是寫給我女兒 讓她睡覺用的歌 那到底這兩隻呢 誰會聽到這首歌 先睡著 誰就贏了 我覺得好像已經是 已經有贏家出現了嗎 我管妳的... 我還是有唱 我對妳的歌 這樣是好嗎 會一呃 我終於來 被召壞她 我只有帶妳的歌 我應該要唱 我還不遭妳的歌 我應該不遭妳的歌 我應該要唱 我應該要唱 我應該會唱 我應該不會唱 我應該敢唱 不哭... 真的去哭耶 他剛好在最後一句的時候 就慢慢睡著 對... 你這首歌唱的時候 你女兒會睡嗎 不哭 因為抱女兒的時候 就哭的時候有時候會驚慌 你會驚慌嗎 就有時候會突然驚慌 就是... 就突然想不到要唱什麼歌 就有一次我因為太急著 要趕快唱一首歌安撫 然後想不到 然後我就唱 愛敢... 就想說不對 唱這首 我不太對 然後有時候會唱什麼 香香蕉... 就被洗腦 我們會被廣告歌洗腦 對 其實你這首歌布谷 其實是給女兒選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布谷呢 因為我們家的電鈴聲就是 只要聽到這個聲音 就表示我們在家裡 然後就會有一種很放鬆 很溫暖的感覺 回家的感覺 對 會有回家的感覺 對 然後再加上 然後那時候都叫她女兒 女兒 就是那個兒 兒類的兒 對啊 然後就會覺得說 這首歌應該要跟鳥類有關係 然後剛好這樣也... 你牽扯得很遠 好會聯繫 不然怎麼會寫出這一本 對 這一本 搖滾爸爸愛你一兆年 你還要不要再生 看看啊... 先休息一下 媽媽說先休息一下... 好 看得出小明的另外一面 比較溫柔 他其實當爸爸以後 變得更感性 真的 新的專輯其實也有一些... 一聽啊 就是有些歌是給人聽的時候 比較多情歌 那個是夏流是那個夏天的夏 對...夏天的夏 對啊 因為我們是非常喜歡夏天 就比如說寒風有那種寒流啊 那我們喜歡夏天的人 就是夏流 就是夏流 是一個很夏天的歌 爸爸我要當歌星啊 對 然後裡面有一首歌現在是 叫On and Out 就是一直不斷繼續 其實這要寫一些 像小朋友出生以後的人生的 目前為止的感觸吧 就小朋友出生 現在是一個新的階段 然後就會想到以前的事情 然後也會想以後該怎麼辦這樣 然後就寫了一首 我覺得小明當了爸爸以後 感性很多 那首歌是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其實就是還滿感人的 就很感動 以前旺福比較少 這麼很明顯的感性的歌 對 而且小燕姐因為看過 我以前荒唐的時候 所以現在感觸特別深 對 哈林演唱會 你喝了酒就上去了對不對 沒有 他現在表演都喝檸檬水 都喝檸檬水了吧 對 我們所有 就是這次巡迴的歌迷來的時候 我說你怎麼不是喝啤酒 對 我心熱 我怕了 對 這是最大的改變喔 還滿多的啊 對 所以其實男人結婚了 生小孩就是不一樣 你們三位上代努力喔 好 現在你搞這一支就搞不好 他都流汗了 你都流汗了 可以文靜一點嗎 文靜瘦 就讓他自由吧 好 Let's go... 好 今天節目最後 我們就來聽這首布谷 對 他們倆也睡得很好了 Cue講謝謝你們的招待 謝謝... 下次要帶你們家來玩 好 我們來聽這首布谷 好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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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了皮膚 把你倒起來搖搖 布... 布... 瘋了起來的布谷 如果你繼續哭下去 我也會哭 當你學會走路 當你換上制服 都有一天你會戀愛 為了工作忙碌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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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當你的書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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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野荒之苦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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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你片片飛舞 布... 布... 為你唱一首歌 好 억 希望你會快樂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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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